持续带阴关心乌克兰的消息 乌克兰活动家发起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共产党的活动 他们表示共产主义正在威胁国家统一 破坏国家安全 要求乌克兰政府对此展开调查 我们来看记者安娜发自乌克兰基辅的报道 历史学家表示 1932年到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 至少造成300万乌克兰人死亡 成千上万的人在工业化 强迫的集体化运动以及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丧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约700万乌克兰人被杀害 很多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在乌克兰人们长久以来就在讨论禁止共产党 在苏联解体之后 作为前苏联的统治政党 共产党随即被禁止 不过后来死灰复燃 乌克兰代总统土耳其诺夫 早前曾经给司法部发出行政命令 要求立即关注共产党在乌克兰的 所有非法和违宪活动 另外,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have also submitted to the General Prosecutor and the Security Service a request for investigation of the possible violations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 NTD Reporter Anna Kyiv Ukraine Ukraine 谢谢大家